中国上个月突袭禁止台湾汪汪汪等多项鱼产品 但这并非中国第一次禁止台湾鱼产 早在去年6月 中国就已经无预警禁止台湾石斑鱼 还刻意选在每年7月捕捞砍鱼亚的旺季 让台湾措手不及 民进党政府也推出 斑斑吃石斑等政策帮助渔民 县市政府那边协助教育局 跟他们的渔政单位协助学校下单 然后我们收到单之后 我们就按照单去出货 农委会渔业署他们有分四个区域 北中南区跟东区 在多方考量之下 有去选择去标到北区 所以大概是北北基 桃园跟离岛 所有渔民他不管有没有政党倾向 就是应该色彩都会有 都会有一点声音 不过至少政府至少会赶出来面对这问题 然后去做很实际的政策 然后给渔会跟一些加工厂商 供应商一些任务去帮助这些渔民 把这些鱼把它解套 过去石斑鱼主要是宴席料理 如何让学校与家庭的餐桌上 也能方便吃到石斑鱼 对于加工与通路都是考验 高雄决定新达港区并不盛产石斑 但渔会有加工的产能 就像屏东的石斑养殖业者收购石斑 加工制成符合学校团善的规格 你像我们现在要提供给血统 它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点 就是要把刺处理干净 这样血统吃了才不会受伤 所以说它的加工程序上 其实还蛮复杂的 大概就是放血 然后要三去三清 要去灵 去腮 去头 去内脏 取一片之后要再去刺 去刺之后再急速冷冻 最后再把它锯成小朋友要吃的规格 然后在OK的地方去做分装 然后再出货给团善业者 或是直接去给学校的厨房 在斑斑有石斑等政策逐步落实后 许多媒体又开始出现石斑不够的批评 过去出口中国的石斑活鱼 约一公斤左右就可以出货 现在要改出货给加工业者 要2.5公斤以上才符合加工效益 加工厂说不到鱼 并非是石斑不够 是因为目前养殖的鱼还不够大 但业者认为政策已反映在价格上 已经实际帮助到渔民 鱼价有上升 平均一斤都涨20块以上 三种鱼 青斑 龙虎斑跟龙胆 就6月份那时候 至少一斤都平均涨20块以上 其实目的已经达成 这我要拿龙虎平反节 说实在他们没有失败 他们真的有把鱼量减少 鱼价上扬 他们目的真的有达成 除了政府政策支持 日本连锁寿司店 杖寿司也来买台湾石斑 帮助渔民 石斑鱼原本对日本来说 是相对陌生的食材 但杖寿司为了雪中送炭 不但刻意开发石斑鱼菜单 更联请业者送了四次样本 直到做出满意的菜色 以便跟台湾买石斑 其实日本本身有关心台湾石斑鱼的问题 日本蛮多业者有在问石斑的事情 因为他们想要做生鱼片 所以有间接找到我们这边 请我们提供样品 其实一两次出去之后 其实过了很久都没有消息 因为这个有讯息来说 你们东西好像可以哦 是不是在给我们第三次样品 给我们第四次 日本民族他们比较不会去接受 他们没有碰过的鱼种 因为自己的鱼就很多了 他们都要吃他们自己的鱼 他们比较不断说 鱼狠去尝试不一样的鱼 可能助日代表这边也有努力 日本这边他们也是很关心 台湾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想帮忙 以伤逼阵是中国惯用的手法 去年年终禁食斑 年尾又禁碗鱼 等鱼产就是一例 但在台湾政府努力 与外国友人协助下 中国的经济打压 并没有发挥太大的效果 政府和鱼民也要超前部署 预先发展我们农鱼产品的 国内及国外市场 不要依靠中国 避免我们的心血 成为中国以伤逼阵的肉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